店面用蚊子蓋著 會比較用索角補坡 走進這個草莓園 讓人感到很舒適 雖然本來的草莓才剛開始變紅 熱頭也沒大 那是雙事人的支援用心照顧的成果 在一般外面用藥很多的地方 我們會覺得說我們要讓人家吃得安心 我們自己也要吃得安心啊 所以我們就決定 兩個商量 決定說 啊 乾脆我們來種草莓好了 回來種草莓會覺得很辛苦嗎 還好耶 不會 是因為有興趣嗎 興趣啊 還有最主要就是跟家人在一起啊 雖然曾經到白館期間很過 但是因為婚姻人 兩姐妹 還是最喜歡自己的高雄 要回來的草莓作物 又是用油肌的方式 白部的支持是他們最大的力量 他們對有機這種東西 其實做的過程他們不是很了解啦 所以基本上他們覺得他們是OK的 是支持的 有機的部分是完全通通不能使用化學肥料跟農藥之類的東西 所以 呃 雖然資材會比較高一點 對 但是他們都還蠻支持的 只要把這種草莓做到 不僅是一般經常看到那種草莓 旁邊還有婚姻人跟你看到的關係 在蟲害的部分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在病害的部分 它有一些會因為雨水飛濺 然後產生的一些病害 它會很少 就等於說會在比那個一般土耕的部分減少很多 而且是很明顯 一般在病蟲害防治上會是一個難題 那我們會尋求很多廣道 包括改良場啦 學校的老師啦 或者是農事所的一些教授啦 因為在前時間的關係 酒家的高價草莓 大概要到二月才可以收信 想要來搬草莓的民眾 可以像他們的部落格 六甲兩枝莓的理念含草莓的現況 記者靈一靈 蔡芳報道